監視器路下一台貨車緩慢在路上往前移動 經過一台嬰兒車 只是往前開 開到斜坡段 車速也逐漸變快 繼續前行 但行駛的方向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整台車往左前方前進 下一秒直接撞上 停在路旁的轎車 整台貨車才停下來 原來當時貨車內根本沒有駕駛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當時貨車一路從斜坡上往下滑行 撞上停在路邊的銀色小客車 整台貨車前後晃動了好幾秒 他說他是去吃麵 然後他不知道車子滑過來 對 來的時候司機已經跑過來看了 對 五人貨車居然自己往前滑行 還一路撞上銀色自小客車 導致自小客車車後板筋 除了凹陷一大塊 還有明顯的撞擊痕跡 那個車子原本就停在這個位置 對 原本就停在那邊 所以它是沒有動的 它沒有動 是它一台車子滑下來去撞到的 29號中午花蓮瑞穗原路 一名34歲無姓貨車司機 把車停港後直接下車 疑似是去用餐 但忘記拉手刹車整台車 順著道路的坡度直接往前滑行 撞上停在路邊的小客車 發出巨大聲響 司機才意識到貨車已經一位 警方貨報道場造勢的貨車司機 經過調查沒有酒駕 下車時手刹車未拉 導致車輛沿復原路西向東滑行 詳細造勢因素有待警方調查 以釐清造勢責任 幸好整體世界沒有釀成傷亡 但駕駛一個不注意 沒有拉手下車就下車相當危險 現在雖然針對沒拉手下車 導致事故發生 沒有制定罰則 貨車司機免於受罰 但後續的民事車損賠償 還是得負責到底 東森新聞 黃毅民 由尚如范宇祥 花蓮報導